世界排名第八 名列第五種子的沉默殺手林荺如 小林同學横掃對手直落四 勇闖八強 而下一站將碰上地主隊 十七歲的天才好手 林荺如的八強對手跟他一樣 天才型選手也被外界驚呼是傳奇 年僅十七歲 法國桌球星星勒布朗 是地主國第三種子 有右手直排稱號 就感覺非常強的對手也非常多 然後所以說還是先 因為這一次也 像上次是從 如果種子是從32強開始 這一次的話 就是從64強撤去的時候 還是希望自己可以 從第一場先好好準備 桌球一姐正一進 前提站就碰過 剛好跟勒布朗同場出賽 現場歡呼聲 鼓噪聲源源不絕 到時候小林同學 確實得好好hold住 不過就有網友分享 在看英文版轉播時 發現國外主播 給小林同學的封號超多元 而且一個比一個還兇猛 像是反手野獸 沉默刺客 美麗島民等 不少人看完也忍不住笑說 小林同學是全名女婿 而且她跟安心教練一樣 親近可愛 點點吃三娃公 會有反手封號 也是因為23歲的林玉如 擅長反手領 勒布朗則是右手直拍 先前三度交手 小林只在2022年 杜哈挑戰賽獲勝 去年新加坡大滿冠賽 以及今年的試團賽 都被直落三輸球 這回麗拼在巴黎奧運 贏回來 桌球男單八強賽 週四晚上九點鐘左右 就要開打台法兩位天才型選手 曾四強 林玉如是不是可以替台灣拼回獎牌 讓球迷們相當期待 TVBS採訪團隊在法國巴黎的採訪報導 TVBS大運動家 跟運動迷一起競技的電行 馬上下載跟中華隊一起Owin